约翰福音第十章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人进羊圈 不从门进去 倒从别处爬进去 那人就是贼 就是强盗 从门进去的 才是羊的牧人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不跟着生人 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 必要逃跑 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 但他们不明白 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 凡在我已先来的 都是贼 是强盗 羊却不听他们 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我来了 是要叫羊 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 为羊舍命 若是顾公 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他看见狼来 就撇下羊逃走 狼抓住羊 赶散了羊群 顾公逃走 因他是顾公 并不顾念羊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一样 并且我为羊舍命 我另外有谣 不是这卷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成一群 归一个牧人了 我父爱我 因我将命舍去 好再取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 所受的命令 犹太人为这些话 又起了纷争 那中有好些人说 他是被鬼附着 而且疯了 为什么听他呢 又有人说 这不是鬼附之人 所说的话 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 开了呢 在耶路撒冷 有修殿节 是冬天的时候 耶稣在殿里 所罗门的廊下行走 犹太人围着他说 你叫我们 犹疑不定到几时呢 你若是基督 就明明地告诉我们 耶稣回答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 你们不信 我奉我父之名 所行的事 可以为我做见证 只是你们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 把他们夺去 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 把他们夺去 我与父 缘为一 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 要打他 耶稣对他们说 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 给你们看 你们是为哪一剑 拿石头打我呢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不是为善事 拿石头打你 是为你说健忘的话 又为你是个人 凡将自己当作神 耶稣说 你们的律法上 岂不是写着 我曾说你们是神吗 经上的话 是不能废的 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 尚且称为神 父所分别为圣 又拆到世间来的 他自称是神的儿子 你们还向他说 你说健忘的话吗 我若不行我父的事 你们就不必信我 我若行了 你们纵然不信我 也当信这些事 教你们又知道又明白 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父里面 他们又要拿他 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 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 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 就住在那里 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 他们说 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 但约翰指着这人 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 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 还满道 我一切提琴 你 Samsara 散步